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前往新的国度进行探索 而另一方面 草元素的加入 也使得原生的七元素体系最终完成 在之前的旅途中 大家也听到过一些有关虚密的传闻 在那里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样的文明 旅行者又会有哪些奇遇 草元素又会给冒险增添哪些新兴的体验呢 那么今天我代表原神项目组的所有同学 诚挚地邀请旅行者们 一起来看看虚密的风景吧 你听说过世界术吗 草神之所以也被称为智慧之神 正是因为它的意识连接着世界术 在虚密人眼里 它是智慧 仁慈 与无所不能的象征 但它却在几百年前的灾难中消失了 后来闲者们找到了新生的草神大人 将它接毁了虚密 花神大日是小吉祥草王大人的生日 尼路要跳花神之舞 这可是花神淡季最重要的节目 在花神大人起舞时 它踏过的草地上 长出了无数美丽的帕迪沙兰 我们虽然只是渺小的人类 但也要好好努力 让生日的主角 感到自己是被爱着的才行 等到花神大日的时候 舞台会比现在还漂亮的 你们就好好期待吧 剑西巡旅员柯莱 前来报到 飞吧 拜托了 柯莉安班 死鱼已经在虚拟存在了上千年了 而且它的诞生 来自这个世界更深层的地方 我们巡旅员 恐怕还要长久地和死鱼战斗下去 与人的生态 终变得岌岌可危 一页帐目 万影株莲 它叫做虚空终端 那是教练院 用大慈树王大人留下的遗产制作的工具 只要佩戴并开启虚空终端 每个人就都能与虚空连接 获得他们所需的知识 神明灌装知识的秘密交易 估计这几天就会进行 如果使用它 就能够获得神明的智慧 我需要你们去找一个人 是个旅行百货商人 怎么样 客人们想要什么样的商品呢 大慈神兽 大慈神兽 看起来城外一定有着什么秘密 可以被藏了起来 我们一定会赢回我们的神 到那时候 吃品账 都会一起算 你们刚才看到了吗 大贤者要求我们停止演出 或许对于这些人来说 小草神大人的诞生 意味着树王大人真的失去了 在这智慧与理性的过渡 去追求这些轻浮而虚无的东西 不会觉得羞耻吗 这庄职 在抽取地脉 看来 它是使用过神明冠状知识了 花神淡计 你们就好好庆祝神明的诞生吧 你怎么了 真的多一点 对于一切追求真实 真相与真理的学者 神明为其创造了虚无城这座天堂 而你们这样的人 却想将到玷污里了 为真继续进行花神淡计的话 的确太乱闲了 我不想连误大家 果然已经没有无数个花神淡计之量过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究竟是没察觉到真相 还是不愿意面对现实呢 世界 遗忘我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邀请了原生的IP负责人 小罗浩来到现场 来跟大家聊聊有关虚迷的一些情况 旅行者们 你们好呀很高兴也很荣幸和大家再次见面 虚迷可以说是备受期待啊 一来呢我们终于在草之国迎来了草元素 另一方面啊我们也将见识到一个全新的主题 智慧 那么虚迷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 相信不少玩家朋友已经在游戏中遇见一些来自虚迷的人物了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他们大部分是各式各样的游学者 出现在各个国家进行着形形色色的学术研究 这些朋友就是虚迷给大家的第一印象 虚迷在提瓦特大陆上的定位是学城 它能让众多学者和各种年龄身份的研究者不约而同的去神网 而虚迷城就坐落在虚迷东部的大片雨林之内 3.0版本我们旅行者的故事呢 也将在这片新鲜的土地上展开 通过走进茂密的执群或者说是漫天的黄沙 旅行者们会一步一步的去了解这座智慧的城邦 来到一个新的国度啊 大家可能最好奇的就是这个国度的神明了 在之前的虚迷的前瞻短片中啊 我发现草神的七天神像和之前的都不太一样 看上去是不是个很小巧的神 对是小很小的 虚迷历来呢被称作智慧之国 座右美名的他同样也拥有着古老的经过沉淀的历史 但是虚迷的神明呢小吉香草王 却比这个国度要年轻不少 小吉香草王是在大约五百年前 也就是坎瑞亚灾变之后才刚刚诞生的 他接替了逝去的前任草神大慈树王 成为虚迷的至高之神 五百岁这个概念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是有些抽象或者说有一种遥不可及的感觉 但对神明来说也许不过是新生一世 那这样一位幼小的神明他真的有能力 像过去那位留下无数恩惠的大慈树王一样 支撑起整个虚迷吗 那这个疑问在一些教令院闲者的心中 就渐渐的发芽 竟然是这样吗 教令院我已经听说过很多次了 似乎是个聚集了许多学者 掌握了大量知识的大学院 但没想到教令院闲者 竟然连神明的力量都可以质疑 大伟哥问到这件事情 我们就要先说说教令院的来历了 在漫长的历史当中 虚迷历经浩劫 种种险情 都被大慈树王一一的化解 大慈树王创造出羽灵 使得虚迷人能获得安宁的生活 而虚迷最初的教令院 便是由长久的去追随大慈树王的学者组成 他们各司其职协助大慈树王管理虚迷 如果说虚迷有什么人什么组织 最能够理解大慈树王的力量和哲思 那就只能是教令院了 所以在大部分人看来 大慈树王是全知全能的智慧之神 他的离去让所有的虚迷子民都感到痛心 那他的消失象征着一个辉煌时代的落幕 一段传奇就就此画上句号 那在大慈树王去世之后 教令院的闲者们就开始着手掌握权力 以虚迷的管理者自居 细心的老玩家可能已经从八重神子那里听说过了 知识在虚迷是作为一种资源被统一管理的 但大家或许会觉得无法想象 那知识该怎么去管理呢 那实现这件事的媒介 就是经由教令院改造过的虚空系统 这种系统本来是大慈树王的遗产 在经过教令院改造之后 会对知识进行统合和细分 之后分发给民众 那作为接受方 虚迷的人会从名为虚空终端 这样一种设备当中去直接获取相关的知识 俗话说知识就是力量 你这么一看教令院的权力很大 那么如果我们旅行者朋友想要去教令院跟怎么走呢 如果我们想要去教令院所在的虚迷城 我们可以选择从最靠近虚迷的层烟去渊出发 那走这条路的话 我们需要穿过一片规模很大 郁郁葱葱的雨林 这片雨林被称为稻尘林 内部栖息着很多极具特色的神奇生物 比如说形态各异的驯兽 还有一些憨厚敦时的驼兽 色彩很鲜艳的名才鸟等等 那同时雨林内比较潮湿的气候和负极的草元素 也令这一带的植物长势很凶猛 借由这些特殊条件 雨林内部有着独一无二的很奇幻的景色 那这片虚迷神秘又复杂 自然也潜藏着不少危机 比如有一些破坏生态平衡的污染 比如说让行人陷入麻烦的一些元素魔物等等 那虚迷呢 就有一支队伍是专门应对这些情况而成立的 他们聚集在道成林的化成锅 人们称呼他们为巡灵员 而巡灵员中的领导者一般就被称为巡灵官 哦 这位有着非常显眼又可爱的大耳朵的这个少年 应该就是我们的巡灵官提那里了吧 没错 巡灵官提那里是一位主修植物学的学者 他来自教练院的六大学派之一 同时也是其中规模最大的学派 深论派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呢 提那里他没有选择留校任教 而是来到道成林 成为了一名能够随时接触职务的巡灵官 看起来还是会很厉害的研究员啊 这让我想起来 之前遇到的一些深受研究课题和论文折磨的虚迷学者们 这么看来提那里可以称得上是年轻有为了吧 就虽然教练院有很多学者都认为啊 提那里你这个学霸跑去当巡灵官有些大才小用了 但他自己呢是相当的乐在其中的感觉 提那里他作为专家 拥有很丰富的知识储备 工作态度严谨细致 对同伴和下属呢也十分的关心 他在巡灵队里面很有名望 是公认的一个领头人 不同于有些只关注刻板研究和书面知识的迂腐学者 提那里他说话干脆 坐舍利落 同时又很会对症下药 有他在遇到危险的人就能快速的脱离险境 获救者们通常也都很感谢他 但是在被救的人里面 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屡交不改 又总是惹各种麻烦的人 他们会乱扔垃圾污染环境 乱吃森林里的毒蘑菇 对于这些人提那里则会毫不客气的去教训一份 听上去雨林和人类是在互相制造困难的 而寻林官需要去解决双方产生的问题 有得忙了 是 除了人为的因素 雨林自身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比如说寻林队们正在治理的一种叫做死狱的现象 它会危及雨林中各种动植物 甚至是穿行其中的人类的生命 只有神之眼持有者才能抵御它的侵蚀 那有关死狱的更多故事 大家可以在虚密的魔神任务 以及提那里的传说任务 郭胡之章中去更加深入的了解 接下来的这位角色 柯莱是一位见习寻林员 听上去应该是提那里的下属吧 柯莱他既是下属也是学生 早在加入寻林队之前 柯莱有一段沉重的往事 他经历过病痛实验和逃亡 最终在蒙德被我们热心的西风骑士团救下 当时曾经在虚密教令院求学的丽莎 就联系了她的老师 于是柯莱就被教令院的使者赛诺带回了虚密 这段往事也就此告一段落 现在的柯莱长大了好多 看来他在虚密成长了不少 确实 成长的过程总是会面临挑战 童年的经历让柯莱变得有些与众不同 他虽然有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 但是却缺少基础的人文知识 所以现在的柯莱呢 他一边跟着提纳里师傅识字 任字一边在寻灵 柯莱希望自己能够战胜过去 成为一个热情善良 有能力去帮助他人的人 为此他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再加上师傅的悉心教导 还有寻灵队同伴们的关心 他确实成长得很快 真是让人欣慰啊 这种走向美好未来的感觉 是是 当前身处寻灵队的柯莱已经跟之前有很大的不同了 那么他今后的变化呢 就请旅行者和我们一起去见证吧 那么在告别了道成林之后 终于要来了吗 这座围绕巨树建成的城市应该就是虚弥城了吧 是的 虚弥城依托巨大的圣树而生 它拥有上下很多层结构 那大家从树根处出发 最先见到的是很具有生活氛围的大巴扎 这些极富虚弥风情的建筑群里 有不少大家将来会经常拜访的场所 其中有些是我们的老朋友 比如说冒险家协会 还有一些呢这是新的面孔 比如说祖拜尔剧场 普斯帕咖啡馆等等 看来在学术之城啊 一杯提神醒脑的咖啡是必不可少的 确实 说到学术 我们从大巴扎再往上走 就终于会抵达位于我们树干中间部位的教令院 在这里呢大家会见到一起讨论的 或是独立思考问题的很多学者 我们在前面的介绍中提到过 教令院共有六大学派 从属于六大学院 每个学院呢都有自己的代表颜色和代表标志 大家如果来到教令院 如果搞不清眼前学者的身份 可以通过辨认他们身上院灰的颜色 去区分他们的学派和学院 说得我有点好奇啊 自己可以加入哪个学院呢 刚刚说教令院是在树干的中间啊 那也就是说在上面还有别的地方吗 对在靠近树顶的位置呢 有一座人际罕至的宫殿 它坐落在这么独特的地方 可能察觉这一点的大家 心中已经有了一些自己的猜测吧 不过想要进入这个宫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实际上虽然虚迷城里面又热闹又繁华 来往的客商旅者呢可能会察觉 大多数虚迷城市人对于大瓷术王的传说 阿淑能详 但对于现任的小鸡香草王却值之甚少 那虚迷城受到教令院的严格管控 我们的旅行者如果想做一些有意思的事 可能会在这里遇到不少限制和麻烦 所以前往虚迷的另一个地方 奥摩斯港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听说奥摩斯港与虚迷城不同是一个很自由的商港 汇聚了众多的商人和旅团 说不定从他们那里会听到许多新故事 确实奥摩斯港它是承载了虚迷对外贸易的港口 这里有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商人和他们的船队 由于这一带人员混杂交易频繁 位置又远离虚迷城 它受到教令院的管制会相对宽松一些 算是在虚迷方便进行灰色交易的一个地带 众所周知嘛交易就一定会出现商品 我好像明白了 这里应该要多利登场了吧 对没错 下面就有请我们神奇的旅行商人多利 又是一位很可爱的角色 作为一个爱财如命的商人 多利他只要有钱什么生意都敢接 只要你买他的货物 他就会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你 多利非常有意思 他身上同时拥有很多个虚迷之最 最不可思议的渠道 最神奇的商品 最难以预测的出没地点 和最离谱的要价 虽然他报价总是很惊人 但是如果想得到一些 无法从正常渠道购买的特殊商品 虚迷人还是不得不和他进行交易 而且多利确实是一个销售奇才 他能用精湛的话术说服客人们乖乖掏空腰包 就连神秘的灯钟精灵都会为他提供帮助 在我们3.0版本中 虚迷的魔神任务第一幕 穿越烟尾与暗铃 和第二幕千朵玫瑰带来的黎明 都会向玩家朋友们开放 而整个虚迷的主线剧情 将会从3.0一直贯穿到3.2 连续三个版本放送给大家 哦 这么看来这次的剧情信息量很大呀 是的 不论是对于我们这些内容创作者来说 还是对即将启程前往下一站的旅行者来说 我们的旅途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是一个传承转折和延展的阶段 富有生命力 当然啦也会极富挑战性 我们会怀抱着一直以来的原则和坚持 继续去探索去创新 竭尽我们的所能 为旅行者们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内容 也衷心希望我们的玩家朋友 能在全新的土地上感受到这种生命力 看见新的可能和新的缘分 去进行享受在虚密的这段旅程 谢谢 感谢小罗浩同学的分享 相信大家已经对炒之国有了一个初步印象了 不过除了角色和故事 我也很好奇 在虚密的大世界探索当中 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呢 那就要请大家继续深入虚密去一探究竟了 接下来就请大家和我一起去探索虚密地区的野外风光吧 小罗浩同学 先走一步啦 两位同学久等了 大伟哥好 大伟哥好 欢迎回来旅行者们 刚才我们已经聊了不少虚密的故事 还有风土人情 那接下来我们还邀请了两位制作组的同学 和旅行者们一起走进虚密的野外 聊聊这片奇幻天地的区域设计和战斗设计 那先来认识一下我们两位向导 旅行者们好我是关卡设计师阿川 旅行者们好我是战斗设计师阿强 好的既然两位是我们的向导 那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去了解虚密的大世界设计呢 那由我来先开个头 其实从之前的一些宣传视频呢 大家都应该有了解到 虚密同时存在着雨林沙漠 还有各种各样充满异域风情的场所 那么我们设计虚密场景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贯穿的概念就是去营造这些比较对立的场景主题 我们在宣传视频啊多多少好都有看见过一些啊 但具体到3.0版本呢 在这个版本里啊 那旅行者会领域到什么样的视觉内容呢 在这个版本呢 我们展现给旅行者的是以森林为核心的场景 在创作过程中呢 大世界的团队成员们一起用森林植物等元素 脑洞出了一些具有不同视觉体验的奇幻场景 从森林这个概念去构思玩法与探索内容 由此引申出了一些新的意象 比如生命 成长 与幻想 其实也不都是正面的意象 自然而然也会想到枯萎 凋零 死亡之类的概念 对对 我们把这些关键词反映在玩法上 构思出了可以发生三态变化的物件 它代表着植物生长的几种状态 每个状态都有不同的反馈与交互等待玩家去发现 稍等哦 在前传短片里 我们确实有看见过多态转换这个概念 但可能大家都还不太熟悉 你们能多介绍一下吗 多态转换这个理念是围绕草元素产生的燃烧 绽放还有激化三种反应而诞生的 有一部分草元素物件可以和火水雷三种元素交互 产生形态转换 这是一种虚迷地区特有的生态特征 感觉我们和场景的交互感也会变得更强了 是的 我们刚刚说到生命和雕王这种对立的概念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到 这个概念能不能成为世界任务的主题呢 所以我们构思了代表生命的森林中的小精灵 还有代表雕王的死狱 这两者的对抗就是3.0版本世界任务的核心了 这些小精灵的样子很有趣 而且个体的外形也不一样 他们是不是也和提瓦特的人类一样 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圈子 关于小精灵命的渊源 还有生存方式都是很有意思的 不过为了让玩家朋友们 能够更自然地接受新设定 我们会去细致地刻画 小精灵与虚迷居民的关系 增加玩家的沉浸感 回过时来的时候 旅行者们就与这些森林朋友们 一起踏上了冒险旅程 玩家会和他们一同游历 常年下雨的雨林 巨大的蘑菇组成的生态 以及沉睡在山边的庞大机械奇观 每当玩家踏入一个新的神秘场景 都会发现更多小精灵的踪迹 在这些小精灵遇到同类 或者人类著名之后 又会发生更多的故事 看来这会是一次奇妙的旅程呢 也不用着急下结论 我还想给大家展示下一片 没有任何生命气息的 《雕王森林》 看上去有阴森森的感觉 对呀 这里发生过什么故事呀 这个我还是先在这里卖个关子吧 剧情相关的内容 还要等大家亲自来体验的 我只能说 森林中还有很多故事与秘密 等待着旅行者们去发现 好的 谢谢阿川和阿强 带我们游览了虚密的野外风光 不过离开的城市 肯定少不了需要战斗的场合 我也来请教一下阿强 旅行者在虚密的战斗 会有什么新变化吗 提到战斗中的变化 那还是要从草原素 以及草原素相关的反应开始讲起 刚才我们已经在多态转换里 提到了草原素的三种反应 燃烧反应我们之前已经接触过了 草和水所产生的绽放反应 草和雷所产生的激化反应 都会在3.0版本中实装 这两种反应的变化形式会更多样 产生的效果也各有不同 是的 生物受到水元素与草原素影响后 将会引发绽放反应 产生草原核 草原核可同时存在一定数量 如果达到上限后 再产生新的草原核 或者在持续时间结束后 草原核都将爆发 造成草原素范围伤害 火元素接触草原核时 将会引发裂绽放 造成更强的草原素范围伤害 而雷元素则会将草原核 转化为具有追踪能力的慢生蛋 如果生物受到雷元素和草原素的影响 就将发生原激化反应 使其处于原激化状态 处于原激化状态 处于原激化状态下的生物 受到雷元素攻击时 将引发超激化反应 提升此次攻击造成的雷元素伤害 受到草原素攻击时 则会引发慢激化反应 提升此次攻击造成的草原素伤害 相信这些新的元素反应 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同的战斗体验 在3.0版本中 除了草原素旅行者外 提纳里与科莱两位新角色 也是使用草原素力进行战斗 新角色的技能 应该也是大家很关心的 快来给我们讲讲呗 那我们还是先从提纳里开始讲起吧 提纳里的瞄准射击 可以进行二段蓄力 发射花铝箭 命中后还会产生 能自行索敌的藏运花石 它的元素战技能产生食运领域 神秘的幻象 会持续嘲讽其中的敌人 并使接下来三次 花铝箭蓄力所需的时间减少 释放元素爆发时 会发射大量能够自行索敌的蝉藤箭 蝉藤箭在命中敌人后 还将生成次级缠绕箭 提纳里的重击和元素爆发 都会造成多段伤害 配合草元素反应可以造成伤害 在日常冒险时 提纳里的生活天赋 会在小地图上显示周围的 虚迷区域特产的位置 作为巡林观的提纳里 自然也是对于野外冒险颇有心得了 感觉提纳里的技能特效 包含了很多花草的元素啊 是啊 尤其那个叙利箭的效果 毕竟她是一个热爱植物的少年嘛 提纳里的学生科莱 则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少女 在野外进行探险时 也有着她独特的战斗方式 科莱的元素战绩将投掷飞叶轮 在飞出与返回时 对触及的敌人造成草元素伤害 她的元素爆发 则会令科里安巴玩偶 在区域中不断跳跃 持续对其中敌人造成草元素伤害 值得一提的是 她的一项天赋 虚迷飞行冠军 还会降低队伍中角色滑翔消耗的体力 虚迷也有飞行冠军吗 我猜应该没有吧 这可能是因为仰慕安博 她自己偷偷练出来的技能 最后一位要介绍的小商人多利 则是一位雷元素辅助型角色 元素战绩发射的断除烦恼炮 命中敌人后将产生两枚 能自行所敌的售后服务弹 她的元素爆发将召唤 能与附近的角色相连的灯中幽金 为他们持续恢复生命值 与元素能量 此外 角色与灯中幽金之间的连接触碰敌人时 将会对敌人造成雷元素伤害 当旅行者选择多利来合成角色 与武器培养材料时 还有一定概率返还部分合成材料 这可是神奇的多利啊 从它的口袋里多变出点什么 也很正常吧 另外3.0版本中也会有一些新的武器 与圣遗物 这其中也包含了一套虚迷风格的锻造武器 两套新圣遗物 身灵的记忆与世金之梦 大家可以通过挑战全新的祝胜秘境 圆角塔来获取 那么在了解了新角色和新装备之后 是不是就该来到野外 在实战中试试看了 那就先来看看外形非常有趣的 驯兽之王翠玲孔逊吧 他也是驯兽吗 看他的姿态和动作很有威严和神器 跟印象里那种驯兽那种小巧可爱 差别很大呢 有一种山林之主的气魄 这可能就是进化中的奇迹吧 翠玲孔逊具备一种特殊的活性化状态 在进入这种特殊状态时 会猛烈攻击直到力竭 而如果在未出发这种状态的时候 因为火元素陷入燃烧状态 则会变得枯胶 还会像四周散播包子 产生驯兽以摆脱这种状态 这种战斗方式有点极端 但还蛮有趣的 大起大落有很多变化 还有撤电术也值得一提 它与我们之前见过的极动术比较相似 不同之处在于 撤电术会在根部或者花灌处 凝结成类似于雷元素核心的器官 而这种器官转移时将会改变撤电术的形态 凝聚出银级花蕊或虚级花蕊 当两种花蕊同时存在时 会相互吸引 并在相撞后引发强大的电荷爆破 旅行者们可以来亲自挑战一下 在虚迷的一些地区 已隐藏着新的一技怪物一技龙兽 它会周期性的释放一种能量洪流 还会根据之前受到的伤害的主要元素类型 来提高对应元素的抗性 也是非常危险的存在 是的 冒险途中 大家或许还会发现前所未见的敌人 与新奇的生物 旅行者们可以与他们多多互动 好的 听完你们的介绍啊 我也迫不及待的想要早点来到三点的版本 来体验体验了 你们制作了这么多内容 有什么话想要对屏幕前的玩家说的吗 在虚迷的大世界中 会有非常多有趣的内容 无论是战斗还是区域玩法 我们都希望旅行者可以从中收获 更多与以往不同的乐趣 我们也期待他们早日与玩家朋友们见面 虚迷的开发对我们团队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这些旅程中的体验是我们与大家共同构建出的美好回忆 也是献给旅行者的独一无二的故事 那谢谢两位和我们一起探索了奇妙的虚迷大世界 也请旅行者们稍事休息 稍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三点零版本的活动吧 回得见 好 再见 欢迎大家回到三点零版本的前瞻特别节目 刚才我们穿过了茂密的雨林 感受了炒之国虚迷历久沉淀的智慧 还有神秘的异域风情 没错 那么也希望各位旅行者可以早日踏上前往虚迷的旅程 是啊 不过在那之前我们还是请原神的战斗设计师姬哥 来跟我们聊聊在虚迷之旅中我们还会遇到哪些新奇活动吧 好的 旅行者们好 来到虚迷之后呢 各位旅行者也可以去往游历各处体验一下不同的活动玩法 比如说最近奥摩斯港也就是虚迷的最大的港口 里面有一家玩具店 这家玩具店的工匠们正在为开发新玩具而苦恼着 那对于像我们这些缺乏童心的大人们来说嘛 做出富有童趣的玩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在活动雕琢童童心当中呢 旅行者将和柯莱一起在虚迷的各处寻找素材 帮助工匠们收集创作灵感 获取巧思手技来兑换店员们提供的报酬 雕琢童童心确实很适合跟柯莱一起去完成 这么看来活动里也会有关于柯莱的新剧情吧 没错 这次活动不光是柯莱的新剧情 当玩家体验这次活动的引导任务 雕琢难攻时 不需要大家达成任何额外的目标 就可以直接邀请柯莱进入到自己的队伍 那你刚才有说到 柯莱和旅行者要去收集玩具创作的灵感 但灵感这种很虚无缥缈的 到底怎么去收集呢 其实灵感是有很多种途径可以去积累的 第一种途径是流影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拍照 在虚迷地区存在一些新奇的物种 这些奇妙的生物都是童话故事当中的常客 我们将它的身形拍摄下来 就能够作为这些玩具外形的参考 而在虚迷还有一些包含丰沛草原素的物种 它们也是值得流影的对象 第二种途径是挑战 也就是玩家耳熟能详的战斗玩法 玩家与虚迷野外的两种巨兽对战 考察它们的特性 完成一些特殊的作战目标 这些异种魔兽的进化演变 也同样充满了奇幻的色彩 值得玩家好好去研究 第三种途径是急行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跑酷 在虚迷的密林当中 不断地穿梭跳跃 跨越障碍与险阻 在急速冲刺收集冒险币的同时 大家也可以顺便熟悉一下 虚迷雨林中的地形 最后一种途径则是 让大家与更多的新敌人进行战斗 通过这些战斗 来充分地了解和体验虚迷野外的生态 并且也能够去接触新的元素反应效果 在这项挑战中触发激化 绽放等相关的不同反应时 还会产生特殊的冲击波 辅助大家完成这些挑战 看下来 这些玩法大多都是在虚迷的野外进行 通过这种方式 旅行者应该也能更好的去了解虚迷 是的 通过流影、挑战、急行 和利用新的元素反应战斗这几项玩法 大家既能够更快地熟悉虚迷野外的环境 与战斗方式 还可以收集到一些称为随想草稿的物品 将它们交给店员 从而换取珍贵的木刻部件 将这些部件组合成可爱的小精灵木刻 可以放在活动的展台上 希望它们可以让孩子们再次展露笑容 真是一个很有童趣的活动 很符合虚迷野给我留下那种奇幻的印象 就像置身于童话故事中一样 是呀 除了刚才的活动之外 还有一些挑战活动 可以给大家提供非常新鲜有趣的战斗体验 比如接下来 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叫做一神的论证的活动 在这个活动当中 我们为大家提供了完整的试用队伍 这些队伍对大家本身的角色练度 没有任何要求 而且呀 在这次活动的秘境当中 玩家还可以使用一种特殊的药剂 这些药剂可以使自身的思维快速运转 从而可以在战斗当中 看到有如时间停滞一般的奇妙景象 是不是可以趁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偷袭一下 其实啊 在这种状态下 角色和怪物双方都是禁止的 但是啊 玩家可以通过取景框 来捕捉敌方的破绽 并释放一些特殊的技能 当玩家捕捉的破绽 突破一定数量的时候呢 这些特殊技能的威力还会得到提升 通过不断的击败敌人 大家可以积累一神剂量 从而最多使用三次这种药剂 在此之外呢 一些怪物的身上还会存在一些特殊的金色破绽 捕捉这些破绽也会大幅的提升 一神药剂的积累量 除了一神的论证之外呢 在3.0版本还有一项 能够随机抽取增益效果的挑战活动 叫做骗技伸炎 在这个活动当中 大家可以自己组建队伍 而系统也提供了一些适用角色供大家选择 每一个试炼分为三轮挑战 在挑战中 大家每次使用特殊装置 则会随机激活一种或者多种增益效果 挑战中 我们还是需要能尽可能的击败更多的敌人 来获取评分 从而获得对应的文章 那在快节奏的战斗挑战之外呢 由老朋友沃尔曼组织的密宝迷宗活动 也会在3.0版本再次和大家见面 这一次啊 旅行者又可以和沃尔曼 以及他身边的小仙灵进行合作了 当旅行者带上小仙灵结伴寻宝时 可以根据沃尔曼的藏宝图 前往埋藏宝物的区域 先帮助小仙灵汲取元素力 随后在仙灵的指引下进行宝藏挖掘 除了挖掘本身可获得的奖励之外 还可以用挖到的古铁钳兑换其他的奖励 当然 大家最后还是可以选择一种颜色的小仙灵道具进行兑换 装备之后呢 就可以唤醒它陪伴自己一起旅行了 最后 在3.0版本 我们还会再次开启地脉义勇活动 旅行者们不要错过哦 这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刷狗粮活动 地脉义勇的活动 对于角色的培养 应该会有不少帮助吧 是的 诶 新版本的角色活动起愿 这个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没错 我刚才还在纳闷 为什么大伟哥迟迟不问角色活动起愿的事情 那么好 我们现在就赶紧来看一看 新版本的角色起愿 都有哪些角色会出场呢 在3.0版本第一期的角色起愿中 全新角色提纳里 将在寻遇议会活动中 获得概率UP 而在同期的角色活动起愿2中 将会开放中离的复刻活动 新角色科莱也会作为UP角色 出现在这两个角色起愿当中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提纳里并非限定角色 他会在3.1版本更新后加入常驻起愿 在第二期角色起愿中 大家的老朋友甘雨和珊瑚公星海这两位角色 都将会迎来复刻 而新角色多莉也会出现在第二期的两个角色起愿中 获取概率大幅提升 好的 那谢谢鸡哥一口气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活动内容 那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3.0版本中有关系统方面的更新和未来规划 是不是鸡哥也可以给旅行者们透露一点点呢 当然可以了 我们的系统设计师同学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优化和更新的内容 首先对于各位还奋赞在祝圣秘境当中的旅行者们 我们有一个好消息要带给大家 所有在1.2版本前更新的五星圣遗物 现在都可以在环胜奥际系统中进行转化获取了 在环胜奥际系统当中 我们可以通过消耗三个五星圣遗物 来制造指定套装圣遗物的圣侠 从而获得一件指定套装中的五星圣遗物 此外在新版本中 我们也准备了三个全新的小道具 王术锐右 试验型超燃灯和余线稳定器 王术锐右可以使旅行者在使用该道具后 直接获得附近树木的木材 试验型超燃灯会通过消耗矿物 来提高食材加工的效率 而鱼线稳定器 则可根据过去钓货的鱼类数量 在钓鱼张力处于最佳张力区时 提供不同等级的提升效果 诶 听上去还挺方便的 那希望我们这次的优化 可以进一步的提升玩家的体验 让大家能够更畅快的进行冒险 没错 那与此同时呢 还有一个关于未来版本的消息 3.0到3.2版本的持续时间 会调整为5周 我们也会相应的调整版本内容计划 但不会因此减少每个版本的玩法内容 好的 其实今天我也给大家带了一个有关新地区的情报 随着3.0版本的到来 虚密地区的音乐也会和地图同步开放 相信在之前的宣传视频中 大家已经对虚密音乐有了初步的印象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旅行者准备了虚密音乐的现场实录 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虚密音乐的氛围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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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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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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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管强烧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支持明镜与点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支持明镜与点栏支持明镜与点栏 除了将反复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支持明镜与点栏支持明镜与点栏and栏支持明镜与点栏illichi